大陆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5月28号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分析认为铁道部一直以来为江系势力所掌握 刘志军及高铁项目负责人张鼠光相继落马 是胡温在十八大前打击江泽民周永康势力的催化剂 大陆媒体28号报道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并因涉嫌犯罪 目前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刘志军自2003年出任铁道部部长以来 在任期间大新铁路建设被称为铁路大跃进 中国大陆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系统 另一方面铁道系统拥有独立铁道法院 铁道警察铁道企业等庞杂部门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王国 不过这个独立王国在温州追尾事故爆发后 被外界看见了其中的腐败 而独立评论员洪剑表示 中共内部无关不谈 打击贪污腐败 已经成为中共内斗中清除异己 掌控资源的一种手段 铁道部是血债派所掌控的 正是贪腐惊人 723永温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正好给了胡温一个绝好的机会 因为需要跟民众有个交代 从黎智金案可以盛腾摸瓜 签制或清除血债派的势力 洪剑同时认为 这些都说明 胡温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时间节点 稳步推进清除血债帮的计划 去年2月 刘志军被免除铁道部部长职务 中共中央纪委开始对刘志军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检查 今年3月12号 最高检副检察长柯汉明透露 刘志军案尚未移交检方 而今刘志军被隔除党职 又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其中不排除党内斗争的因素 一方面胡温一方通过立案调查刘志军 可以通过刘志军案的调查 建制分管铁道部安全的副总理张德江 以及其他江派人马 阻止江派人马在十八大的入常 更好的控制十八大的人事安排 刘志军一直被认为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明 一手所提拔 有报道说 他在江泽明担任总书记期间 陪同江泽明外出巡视 安前马后的跟随 夏小强表示 一直以来铁道部为江系势力所掌控 中共高层在现在宣布法办刘志军 是胡温在十八大前打击江泽明 周永康势力的催化剂 外界种种迹象表明 周永康被胡温一方公开拿下 已经到了一个一触即发的临界点 那么想处理刘志军这样打击江泽明周永康 血债帮的措施 可能都会成为公开拿下周永康的催化剂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指出 胡温执政九年多以来 在推动正改过程最大的挫败 就是攸关机构改革的大布置 面临重重阻力 其中来自铁道部系统的强烈抵制 甚至形成反改革势力 正是胡温挥之不去的痛楚 报道评论说 中纪委严办刘志军 不仅是他涉及贪腐等四大罪状 胡温敢拿下刘志军 应是针对刘近年凭借铁老大 所掌握高铁建设审批特权 与各地诸侯形成政治结盟 还图谋在十八大征逐副总理等盘算 所采取的反腐斗争行动